國慶晚會上賴總統拋出 祖國論引發熱議 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立法院長 韓國瑜當下笑得很開心 他也還原當時心境 韓國瑜證實自己當面跟賴總統說 講得非常好 反觀同樣在場的 蔣萬安反應大不同 不只蔣萬安受到驚嚇 生怕雙城論壇因此辦不成 藍尾更是罵聲連連 而馬辦執行長肖旭成 不只批評這是賴當局的連環套 更嗆聲不要為了意識形態強推新兩國論以刺激中國為目的 言下之意 要賴總統國慶談話謹慎發言 外界分析無論賴總統說了什麼 中國人可能在國慶前後進行聯合力建2024B軍演 國防部也證實共軍會在十月十號當天發射火箭飛越臺灣上空 民進黨立委沈柏陽就分析 國慶前後是中國認知作戰高峰 刻意製造賴總統不穩定的形象 黑賴產業鏈攻擊 針對總統的這個造謠的產業鏈 通常九月十月是一個高峰期 過往幾年比較起來的話 那個量又再度增加 無論國慶前夕 中國如何加大認知作戰力道 並搭配軍事恫嚇即盡施壓 賴總統堅守主權立場依舊不動搖 三連事務周圍也有部台北參謀道